孩子們排排站 各個虛實待發準備跳水 這裡是花蓮的細水秘境 三戰溪 秘境普廣有如超多的細水遊客 卻也帶來大量垃圾 仔細看溪邊隨地可見塑膠袋 和吃完的零食垃圾 當令民眾剪到手軟也剪不完 有些遊客回去 一包一包丟下去 剪得完嗎 剪不完 走在溪邊吃完的便當盒 空酒瓶還有滿地垃圾 都是遊客留下來的杰作 為了遏止垃圾入侵 當地居民一度設立警告標示 說亂丟垃圾 布拉旦祖靈將會詛咒你 但還是有人不甩詛咒牌 照樣亂丟 連手法的遊客都看不下去 現在當地的社區發展協會 準備收取清潔費 遊客再不自重 就考慮封路或者封吸 不過被破壞的祕境還有它 桃園的落雨松美得相符化 但遊客大量湧入 践踏林地 就連垃圾也是隨意亂丟 還有宜蘭的飲食間 在去年爆紅之後 遊客為了拍美照 仍以攀爬 造成岩石出現裂縫 相關單位也緊急封閉 我要到什麼時候撿碗對不對 秘境曝光民眾爭相湧入 但如果缺乏公德心 再美的秘境美景也抵擋不了 認為破壞 記者有採訊書一歡 歡迎報導 各位作文 устить 外公 dd